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三娘三大爷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两个外甥 这是一家五口 从这个位置 没了 哈喽大家 我是陈老师 今天我们接着讲中国大洪水 那从中国灾区又传来一些 能说暖心吗 也不暖心 就是听了觉得 21世纪 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还发生这种奇葩的事 就是很多民间自发的去救援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这种 批滑亭都不见了 就是我前面刚出去一下 回来 我皮划艇呢 我船呢 不见了 一开始还以为说 是不是大洪水太大了 把那个船冲走了 其实并不会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 你肯定要把船系在那里 你不可能说船就停在洪水上 让它冲走 不可能 最新的资讯传来 在中国 船被发现了 很多船被人家偷了 但是他们没有把船拿走 就是一些船在一些角落里面被发现了 但是那些船已经开不了了 已经报废了 为啥呢 发动机被偷了 你说这个中国 我们的中国的同胞也真的是太暖心了 船他没要 毕竟那么大船 你要卖的话 也非常的显眼 很多的这些人 就把船先偷到一边 偷到一个角落 然后藏起来 然后在那个角落里面 把发动机给卸下来 把发动机给卖了 所以就导致了 很多灾区的这些救援船 变成一个报废船 没有啥用 没有动力了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从中国船来的最新画面 救援完的人拉下了四条船 不看船主是在寄宝 还有这个船 这是熊舟针的 古装头码头的 这是古装头码头的 然后船后 还有这两条船 这船上的机器应该是丢的 你这个良心被狗吃了 我的船呢 8月1号早晨8点就来到了卓州码头 救援送物资 救完员以后 发现 等我找到船的时候 还发现 发动机丢了 这个发动机两三万块的发动机 这个船现在惨不认动 除此之外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乱象之外 还有像是些物资的管理的乱象 除了政府在这其中 没有发挥到政府应该起的责任之外 那同时我也想补充一下 其实很多政府在这个当中啊 其实是一个获利的角色 一些当官的政府有权势的人 他们就有很大的权利 把这些物资放到这里 然后标准也是他们定的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这些物资才可以发放 对吧 你老百姓来拿 拿不了 对吧 毕竟我们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你光来要物资 你说你们那边村里面很饿 你们城市的人很饿 没有物资 不行的 你不能光靠讲 对吧 你得要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文件 对吧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你没这点文件 你怎么拿走物资 对吧 所以这个门槛是很高的 对吧 送啊 每天成千上万的送过来 应收尽收堆在仓库里面 但是发就不一样了 对吧 发的话那个门槛就高了 然后呢 今天也就抱住啊 中国的一些艺人 像是啊 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演员赵丽颖 因为赵丽颖一开始 他就预见到这个后果 像赵丽颖 他们就前几天说把这物资 亲手安排送到灾民的手中 送到民间组织 就是当地村里面的那些人呢 可能有一个组织者啊 让他们去接应这些物资 但是呢 最新的消息啊 爆出啊 这些赵丽颖的物资 最终还是流向了政府的手里 赵丽颖 所有的物资说都捐到了那个灾民手里 被网爆了啊 你可以收一下 但是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赵丽颖 持缘着重捐赠的物资 据说赵丽颖捐的物资 由他表弟亲自押送送到那个灾区 那个村民手里 我想问一问 这些物资是灾区的人又送回库房了吗 看看 这堆积成山呢 这么大库房 又送回库房了吗 这是亲自 我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着急呀 是吧 这些物资都在库房里放着 我感谢赵丽颖给送来的物资 但是这些物资没有到灾民手里 本来捐赠的物资是吧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但是这些物资并没有到灾民手里 没有一个是真正交到灾民手里了 其实我们因为是局外人 我们也不好说 假如我是演员的话 我真的要送到民众手里 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对吧 这其中毕竟你要涉及到一些 应急灾害的一些管理的办法 对吧 你可能送到当地的时候 当地的政府有一些手续 对吧 这也是很好理解的 可能他们会出于一些什么理由 政府肯定要起到一个在中间调配的工作 如果真的发生了 你说你要亲手送到民众手中 其实也挺困难的 所以就导致赵丽颖虽然说一开始预料这一点 但是最终 他的物资也还是被卡在了政府那边 静静的去 一卡车一卡车的进去 但是这些赵丽颖的物资 堆在仓库堆了几天 啥也没发 到现在都还没发 那些仓库的人员也看不下去了 把那些影片拍下来都发出来了 当然这些影片在中国的网上一下子就全部被删掉了 除此之外 中国持续还有些地方继续在下暴雨 有些地方下的其实不大 但是他们有些人站出来抗议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担心 还是像之前一样成为一个泄洪区 就是把其他地方的水全部泄过来 所以他们也挺担心的 所以很多的民众走上了街头 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些诉求跟不满 希望政府能够听到 但是等来的是什么 拳打脚踢 据说某个地方启用了清醒的辣椒水 用一滴辣椒水的话 你的眼睛要持续几个小时睁不开 包括当地呢 因为这些民众抗议啊 除了用这些辣椒水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们整个街区啊 全部到处 一些街角都安排了警车跟警察站岗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地区的 就是另外一个地区的民众 他们是已经被泄洪过了 他们现在因为家里人 有些人就没了嘛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棺材拖到一些相关部门的门口 表达抗议啊 结果这个棺材最后也被没收了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影片的画面 桌州市市政府啊 这回出大事了 拉着棺材找市政府来了啊 拉着棺材找来了 虽然有些地方啊 政府看起来还有些作用 把这些灾民安置了啊 表面上新闻上一报 你看我们在安置 其实最终还有一些网友爆料出来 其实他们被安置了之后呢 啥也没管 就是政府在这里面也不给他安排水 也没有吃的 就是有一个房子 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里面 把他们放到那边去安置 就没有其他的后续了 你就算政府你不花钱 你可以把那些热心民众捐助的 发给我们 你把水给我们喝对吧 但是这些民众啊 说领导来了 只是看一下 打个招呼 就说一下啊 共产党好吃类的这种宣传语啊 就直接走了 回家了 估计也是回家睡大觉了 啥也不管 哎呀 真正父亲 给大家待了一下 就跑了 也没人管事了 现在这村民 这温宝都没人管啊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 从一个集体的角度看 很多的人啊 集体的去抗议啊 或者是表达诉求 但是如果放到每一户人家的 其实都是一个 很支离破碎的一个 悲伤的故事 我们就看到有一户人家呢 很伤心 很愤怒 他就拍下他的影片 当地政府说什么 我们要进行灾后重建 走向更加富强的一个 新的城市等等之类的 但是他就觉得 非常的悲哀 政府一边宣传说 我们灾后重建 走向更富强的中国 但是你政府也没有在其中 做到一些该做的作用 对吧 像是一些灾后重建的赔偿啊 都没有 然后他就拍下了 他家里面那个 非常惨的那个画面嘛 就是整个家基本上不能住了 然后包括他也说到 他家里面 他们整个家族有14口人嘛 都没了 然后你说政府在一边 丧事喜办说 我们灾后可以重建一个 更美好的家园 但是我的家园已经这样了 你让我怎么重建 人也没了 房子下面埋的都是自己 要怎么重建 对吧 你要怎么住 还要住到这个环境里面来 要怎么去重建这个房子 根本就不能住了 对吧 那也是非常悲惨的 我们就看一下接下来这个画面 我叔叔的家 在这次泥石油当中 把命丢了 到目前尸体还没有找到 这个家 所有的你们看一下 甭管是冲走的 还是没冲走的 这种家还能不能住 即便能住 我们这是一个家族 一家人 几十口人 地下躺的全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亲人 这个家还能不能住 从这往下 以前是有路 然后有梯田 现在一眼就忘掉了河沟 以后怎么生活 从这个角度往上看 这就是我们的后山 到处都是泥石流 还有没有办法继续在这生活 还有没有生存在人的价值 现在你往后看 一片狼藉 整体这一块 没有一家房子能够幸免 全部冲回 因为现在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全部离乡打工 家里边全是老人 带着孩子回来避暑 中午在家睡觉 泥石流来了 现在的场景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怎么办 我们的人应该去哪 何去何从 去哪住 我们的地没有了 我们的房子没有了 我们的人也没有了 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咱们讲究所见的 一堆一堆挖出来 这个黑色的泥土 每一个房子 每一个房子 由当地的我的家乡的我的亲人指导 每一个房子里边挖尸体呢 我们失去的亲人到底是埋在了房子里边 还是被泥石流被洪水冲走了 我们也不知道 只能是挖 挖出来一个安排一个挖不着的就没有了 一共是14个人 任何人都一样 我愿意付法律责任 一共14口人 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三娘三大爷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两个外甥 这是一家五口 从这个位置 没了 我们这个家族一共才五代人 这都是至亲 这些赤贫 我完全都可以承受法律责任 那另外还有中国最新的 就是昨天中国的一个新闻报道 说中国有UFO不明飞行物 那我们也看了当时的画面 后来这个新闻 在中国的很多平台全部被删掉了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 也不明飞行物UFO 它其实就是中国的一个秘密研发的一个卫星 结果这个质量也不可靠 因为它是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然后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差点就砸到那些小粉红 当地的小粉红都是吓到了 所以当地的很多这些农民 这些老粉红 他们就拿着手机去拍 手机全部没收了 当地也去了很多的面包车 里面有很多的黑衣人 当然不是UFO 不是那些外星人 是中国的这些黑皮狗 也就是中国的黑警警察 公安 很多公安警察就到了现场 去维护这个秩序 前阵子其实中国有一个军机 也出了问题 也是不能拍 中国一贯的做法 就是军方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都不能拍 因为你拍下来 大家说你解放军不是挺牛逼吗 在中国国内一直宣传 但是很多事情发生了 外界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会经常看到 像是美国飞机出了什么故障 台湾军机也经常往下掉 其实中国也有 中国很多的方方面面 因为这些言论自由的管控 我们看不到 对吧 就像当地的中国这一次的 这些当地的农民 他们只是拍一拍 手机全部没收了 屁话也没有 对吧 你不能说玩我手机 你不能站出来去抗议游行 对吧 那你要是去抗议游行 就像那些泄洪区的灾民一样 就上了一顿 啪啪啪啪 一个拳打脚踢对吧 完了辣椒水心情的 你那眼睛都要瞎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中国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 不是说他没有 对吧 所以有些台湾人呢 或者是看到相关的新闻 也不要觉得 我们台湾怎么这么烂 对吧 飞机经常出问题 我觉得 要有对自己的国家要有信心 当然也不能 无谓的去骄傲什么的 觉得台湾No.1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们对于敌人呢 还是要抱有一个 虽然说很多人嘲笑 中共不敢打过来 但是我们觉得 他万一打过来呢 对吧 所以台湾最重要的就是 对自己有信心 当然不要骄傲 然后呢 就是去发展自己 逐渐的强散自己 让外敌不敢来入侵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不按赞订阅 开小铃铛 另外你可以投稿 加入频道会员 加入我的电话 谢谢拜拜